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质量很不好 第203题 你好 请问同性婚姻在中国合法了吗 人们对于人权是怎么看待的 我所穿越的这一年就已经局部地区合法了 第204题 中国电影有进步吗 会更开放吗 不会 第205题 局部 中国有像美国那样吗 各自省独自立法 我指的是2019年台湾 第206题 楼主 想请问一下 那个时候的大学教育还会有思想教育这个模块吗 服务团员是一个不会存在的行业吗 有时在大学教育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2019年到2030年 辅导员显得特别重要 第207题 日本人祖先是徐福吗 徐福最后带着一个同男同女到底去哪里了 不是的 第208题 那徐福带着遗传人去哪里了呢 他们最后在哪里生活 不知道 第209题 语言通过什么方式变得无障碍的 物联同步感知 第210题 你可以回答一下你那边比特币多少钱一块了 不再存在了 第211题 请问如果你可以给2019年的中青年三个重要的建议是什么呢 停下现在如同如子转模的生活方式 停下来思考一下 思想自己人生走一遭的目的 第212题 巴西未来会怎么样 非常混乱 第213题 不管怎么都感谢你 我是相信人的信念是有力量的 顺便问一句 西班牙的情况好吗 和整个欧洲同命运 第214题 生活在两代文明之中的人 即使是隔着海峡 同一种族 未来预测在2019年一时相反的 例如20年代某场东亚战争的胜负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描述经过 若希望拯救自己的同胞 重新思考所处的文明意义 请问有何建议呢 应该如何称呼你 但愿有缘相遇 谢谢 局部战争以和平协议收成 第215题 请问可以说一下量子力学 推翻物理的一些相关内容吗 很感兴趣 观察者及创造者 第216题 KFK留给2016年众生的密码 2401-300-34805 第217题 请问未来婚姻两性关系 会变成怎么样呢 中国整体不变 相对保守 第218题 楼主看过猫和老鼠吗 我的童年没有 但看过小猪佩奇 第219题 可是您刚刚说 不是使用繁体字是因为习惯吗 30年代中国出现 回归繁体字的国学文化运动 第220题 你为什么对每个时间点都记得这么清楚 有的是我经历过的 有的是交流机制里面可以查阅的 第221题 我问了好几个问题都没有回我 那可以告诉我怎么看我吗 不甘平凡的平凡人 第222题 楼主 什么时候男女平权 战争前从来没有达到 第223题 中国的艺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只是工具 第224题 律师 会计 公务员 教师 医生等 这些在2019年最常见的职业 在你的年代会继续存在吗 2048年至2060年 教师和医生继续存在 第225题 那你移民澳洲的原因是 家人与安全 第226题 在你的年代会出现一些 2019年还存在的乐器吗 虚拟吉他 虚拟萨克斯风 等等 他们不需要随身攜带 第227题 蟑螂被灭绝了吗 一直存在 第228题 真的很想知道 中家关系是从哪一年开始紧张的 再问一次了 2019年 第229题 你记得黄子涛吗 他未来火吗 他婚姻不好 第二百三十题 以后公务员还会跟现在一样稳定吗 2048年以后不再有公务员 第二百三十一题 张艺兴还记得吗 演配角的老演员 第二百三十二题 你想影响谁呢 你想让谁看到这个帖子 既然你说你是2020年出生 那么你是否要给你父母看到这个帖子 你父母年轻的时候玩豆瓣 而且还是这个组的吗 你怎么能肯定他们就会知道你是他们的孩子呢 他刚刚怀孕 第二百三十三题 红色十年还会再度发生吗 不会 但会有管制 第二百三十四题 楼主我问了好多遍了 有没有哪一种宗教更有先进性 更靠近2048年的恨知 楼主有宗教信仰吗 之后宗教不存在 认知转到超越宗教之上的人位 第二百三十五题 这个世界会好吗 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 管制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作为一个普通人 怎么样才能未来立足 公务员、学校和企业 哪一种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不会 遵从内心 第二百三十六题 我该想不到问题了 但我不放弃 我想知道未来金钱的意义 还是很大吗 拜金主义是否更加严重 贫富差距是否越来越大 一个小时内 全球金融系统崩溃后 人们将不在拜金 转向对内在文明的追求 第二百三十七题 楼主你要火知道吗 会有人发现你的 我会在此离开 第二百三十八题 楼主怎么看我啊 我很好奇 回复一下吧 外表喜笑只是掩饰 第二百三十九题 我这辈子能嫁出去吗 两次 第二百四十题 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金融系统 怎么可能在一小时内崩溃呢 崩溃前 当时的人也不相信 说了与你一模一样的话 第二百四十一题 KFK不再回答任何明星偶像的问题 第二百四十二题 推背图预测与未来吻合吗 被打乱 只是局部吻合 第二百四十三题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造物主是同一个吗 基金出自同一个源头 第四百四十四题 楼主 真诚地请教你 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从你的角度看 在这个时代修行 是否让人面对未来的时候 不再这么臭手不及 能否提升灵魂的深度呢 修行的根据错了 所以没有用处 第两百四十五题 你什么时候回去 随时可能 只有一个问题 如果结婚率会降低 未来世界里 独居治老的形式 以及社会对养老问题的处理 是否有了更好的解答 独居的人还能快乐而丰富吗 大乱老人自费中心 老人即股东 第两百四十七题 既然你不能改变现代人的唯命运 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那你所说的善意提醒 有何意义呢 你所谓的穿越回来 又希望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感觉你在逃避问题 鬼烟耸听啊 你觉得呢 我只是陈述事实 第两百四十八题 中国什么时候安乐死 可以合法 一直没有 第两百四十九题 为什么求详解 生命腐烂之后 再扔 修仍然是腐烂 最好的办法是埋葬 富与新的生命结合 修是错误的办法 第两百五十题 你还在读诗吗 未来女性自杀率是否有所下降 读另外一种诗 自杀率没有下降 第两百五十一题 楼主楼主 你说的来自于2062年和2075年的两位 是和推特上面的两位吗 他们提到日本差点没了 后来迁度刚删 2062年那位还预言了好几场地震 但是有人说中国大陆被印度干掉了 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线吗 他们是合法进入的 他们的大部分答案属实 但个别回答是不真实的 是善意的谎言 第两百五十二题 请问楼主出生在上海哪个区 以后也会有学区房吗 静安 第两百五十三题 楼主 别人说2031年能与死人通话是真的吗 不是的 第两百五十四题 为什么现在出名的未来人 基本上都在自于日本 是欧美国家不掌握穿梭时空的技术吗 距离入口比较近 第两百五十五题 你对极视感怎么看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看过这个帖子了 那只是瞬间意识到观察者的存在 第两百五十六题 楼主想请问一下 现在量子力学改变了世界了吗 后来不叫量子力学 第两百五十七题 改变基因编码 打造更完美的人类实现了吗 阶级如何改变 意识形态能改变因通货 欧洲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哪里 西欧 北欧 还是南欧 东欧 西欧 第两百五十八题 我想问 豆瓣最后为什么停止 是缺钱 还是其他原因 不让豆瓣公司开了 一次错误的决策过于文艺 第两百五十九题 楼主 我也是沈阳人 你在哪个区 能不能见面聊 我请你喝啤酒 我的入口不在沈阳 说是沈阳的那是谎言 而且你不能见到我 第两百六十题 请问你知道这个帖子 合适会被404吗 我准备举报一下 以举报结果和你回答 做一次比较 Testing 正合我意 第两百六十一题 楼主 那你IP的位置是在哪里 是虚拟的吗 那为什么有两个豆友 说你IP在东北 你的意识来自于东北 流达了一圈了吗 不会有这个弟子出现 一个在撒谎 一个在传播撒谎 第两百六十二题 联合国存在还有意义吗 逐渐失去意义 因为不能联合 第两百六十三题 我身边有个性邪教的同龄人 正常心智成熟的人 不会相信 当禅奇 处于焦虑状态的人 就容易钻进去 我只是处于好意提醒 没有具体阻挡任何一个人 不用担心 我随时会消失 第两百六十四题 俄罗斯在世界大战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表面中立 背后推动 第两百六十五题 楼主 我问你一个侵略的问题 请详细解释 原作者本意 是婚后死于保育已先 原因心灰意冷 润流小病累积为大病 第两百六十六题 该条回应已被删除 回头看时 我们不叫贸易战 这个应该是在 2019年至2022年之间的 短暂说法 历史课本里 这是第二次冷战 第两百六十七题 未来地球有多少人口呢 2047年会有八十亿 2060年减少到五十三亿 第两百六十八题 我怎么样能找到你 不能找到 第两百六十九题 第二次冷战 中国输了吗 持续了三十年 第两百七十题 请问马航 MH370 最后有找到了吗 会在不久的将来 有协力厂商 国家解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哦 拜拜